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八件韩国消息 MNET 223名造假 根据9月28号在韩国旁冲通信西面语游内公开的会议录 MNET的爱德尔克从第二回开始到第11回为止 包括重复,供造假了233名的排行 并将原本要退诉的诗人留下 原本要留下的诗人给退诉等 播放了与实际投票结果不符合的内容 刘雪翰尽全力的参赛者收到的损失 要怎么补偿呢? 把一天一还给我 成绩那么好的人都最后投胎了 当然是造假 发得太切,应该还会造假的 Tayang当爸爸 根据媒体报道 PickBank成员Tayang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而妻子敏尤尼目前正在专心待产中 然后在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 就有网友们找到了敏尤尼在5月份上传的IG 猜测这是不是在剧透 当时敏尤尼上传了一个狗狗尸狗相后 留下了奶瓶跟婴儿的表情符号 哇,真的是好消息 大家都要幸福 这两个人真的太美了 安静的见面,安静的结婚生孩子 Payang恭喜你 现在孩子也要出生了 快出个专辑来赚奶粉钱吧 敏娜,恭喜Naiji 被低声爆料对话录后 宣布停止更新IG 将IG转换成非公开的敏娜 9月30号又更新了IG 我就直接说吧 真相总有一天会解开的 我不会再提了 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过得很好 说要解开真相都说了一年 不要一直反复一样的话 只有你是受害者 大家都是加害者 不是说有很多证据跟证人吗 为什么突然假装很谨慎 你的性格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你先对毁掉AOA五人人生的事情负责任吧 最近女团一级出演了 减喜的Shotopio节目 而在进行到测试瞬间爆发力游戏时 主持人减喜首先示范要在五秒内讲出三个答案 这个时候被问到包包里有什么的减喜 毫不犹豫地回答了 电子眼口红卫生棉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减喜在影片里说的内容正确翻译的话是 电子眼的品牌口红 然后就是那种放进去的卫生棉 房内有三个 1 2 3 Aikos Lipstick Tepo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像是联想到长得差不多的东西了吧 哈哈哈 吃吧 这些太好笑了 瘋了 可可 我真的想要 啊 so you really wanna sing again 由韩国男生以森丽主持 以森林三名鱼叶 Super Junior Gihyeon 与呢 米诺等超强歌手 担任评审的人气韩宗 Sing again Mumengkasu 将在10月5号期 每周二晚上9点 在TSC旅游生活频道播放 Sing again 跟其他经典节目最大的不同就是 报名资格局限于 曾经这首出过一张专辑的歌手 所以 参赛者的实力就不用怀疑了 怕会剧透岁不能说太多 但是能保证 每回都非常催泪 另外 金炳曼 金古拉 云渡俊 在大自然倒造村落的综艺节目 Dangman Piliji 也会在每周二11点播放 希望大家能够大大支持 没有宇杰扫的Lendingman 韩国SBS电台将与TGN Plus合作 会在TGN Plus播放 韩国人气宗运Lendingman 但是 可以说是代表着Lendingman的宇杰扫 将不会出演 根据媒体报道 Lendingman将以Lendingman Ditonome院鲁鲁鲁鲁为节目名 从于11月12号 在韩国开始提供服务的TGN Plus上播放 该节目是以Spinoff的形式制作 包括宇杰扫在内的部分成员们 将不会参加 与电视版的Lendingman成员会有所差异 看标题被吓到马上点进来了 既然成员们不是都出演 不就是别的节目了 为什么还叫Spinoff呢 希望不要因为谁出演谁不出演 成员们又会遭到攻击 BTS进 韩剧《吉利餐》 庞摊松永胆进 将参与TGN主机婚主演的韩剧《吉利餐》的OST 这部韩剧是 Nepris Kingdom系列的 Kimuni作家的作品 也是下半年期待最高的作品之一 已经开始期待了 竟然能用金的声音听OST 真的好期待 太好了 能让更多的大众们认识金的声音了 所以为了听金的OST 也要看这部剧 不是不是 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韩剧《吉利餐》 《吉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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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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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